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烈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台车像蛇行一样上你走来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别担心啊 这车没有坏 这次尚弃自己最新的及技术大成之作 自己要路 它也可能是23万价位左右里面 唯一全系标配后轮转向的纯电动轿车 那像过去一些豪华品牌才有的空旋啊 后轮转向 在电动化的时代呢 已经卷到了20万左右这个价位里面 真的是让消费者受益了 那么说完来 这台车的这个整个外观造型设计 其实我的同事图老师呢 已经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 我个人还是很认同图老师那句话 如果说这个车最好看的角度 那就是斜后45度 配上屁股和这个突出的肌肉线条 这台车的外观绝了 这个翘腿呢 不但配上这种一体式的灯灼 而且里面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自定义灯雨啊 看起来这种新潮感也会更加好 我觉得跟同级对手 像小米苏西 极客007 银河18 特斯拉摩托三等车型相比 这个车的尾部都需要更加的协调优雅的 那么说回来 这台车的这种内饰啊 还有整体的设计语言 一贯的秉承了自己的风格 我个人对这台车进行的空间实测的时候 也会发现 它跟小米苏西的车内空间呢 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唯一的区别呢 可能就是这个车的前辈箱呢 是偏小一点的 而且先辈的后背上虽然非常大 但是它的盖板下方呢 是没有多余的储物空间的 那另外说回来 以往大家去讨论电动车的 这种旗舰配置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都会说 什么空旋啊 800V 但现在在新的时代呢 后轮转向啊 还有固态电池 甚至是自驾才是核心卖点 那这台车呢 也是做到了的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后轮转向之外呢 这台车有固态电池 133千瓦 但需要说明的是啊 这个固态电池呢 是自己跟青唐能源合作的半固态电池 半固态电池倒是算不算固态电池呢 我觉得就要教给大家去理解了 就像自己的小边数啊 白马算不算马呢 你看看这位就是装糊涂的高手 另外一点就是说回来 这个车啊 它有一个无高精地图的层次NOA 我们也是进行了个详细体验的 欢迎大家看一下 设置好A点到B点导航 进入了覆盖路段之后呢 往下拨动怀挡 即可激活自己26上的无高精地图城市 NOA功能 进入环导路况 自己26出现了路线选择优化 右转过程中 大弯切小弯 提高了通勤效率 粘程度较好 转换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SR界面上两边呈现出了 导航路线上比较著名的图景点 涵盖了美食景点等等 方便在NOA的路途中 驾驶员可以按照兴趣喜好 进行快捷导航 车面也可以看出自己对于地图资源 还有自家路线的整合呢 是吓得小心思的 通过不对称的维修路口 自己26精准地找到了路线 而且按照通行效率 向左变道 即便驾驶人遇到路边突然出现的行人 安定感不够的情况下 轻微转动了翻转盘 但是基于人机构架的理念呢 城市NOA是没有推出的 在两边临停车辆较多的路况下行驶 自家26会进行一定的弊样 尽量靠中线行走 遇到对象车辆临近的时候呢 又会回到正常路线上 这种智能程度 让驾驶员都急得团团转 快快快回来 快回来 快快 笑了 我都太恐怖了 遇到临停车辆 自家26做出的迅速的弊样 没有意识的托尼带血 快回来 十字路口左转 自家26控诉应对来车 并及时立扬了左边的行人 最后顺利通过 来到本次体验最复杂的路况 两边停满了临停车辆 旁边还是个小学门口 正处于放学的时间段 自家26面对行人车辆 都做出了丝滑的弊样 而且驾驶员为了提高通行效率 一直在踩踩加速踏板 车辆基于人机公价的理念 一直都没有推出承CLA 表现惊人 路程即将结束 自家26完成了最后一个 丝滑肉转之后 到达了目的地 综合来看的话 自家26的无高精地图承CLA 叫年初的高精地图版本 智能年化 还有逻辑聪明程度上 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看完自家体验呢 再看一下这台自解L6的动态表现 其实坐进这台自解L6的第二感觉 给到我的就是 哇 这台车的坐姿好低 好自然 好协调 上一台能给到我这样感觉的电动轿车呢 就是特斯拉Model 3 要知道啊 电动轿车由于电池的布局 能做到这样的坐姿 还有这样的高度啊 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 而且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这个后轮转向 其实在电池上坐后轮转向呢 没有在传统两样车上那么难 我问过一些传统汽车工作室 他们说 以往的这种豪华品牌 他们坐后轮转向 首先呢 一般豪华品牌都是后续的 它除了要兼顾这种传动轴 还有这种悬架几何的设置之外呢 本身传统车型呢 设计里面又比较保守 所以他们的这种 后轮转向的角度呢 一般不会太激进 普遍呢 在三度到四点五度之间浮动 但是这台自给奥六呢 足足做了六度 以至于这台两米九轴距 快三米轴距的车 在这种狭窄路段行走起来的时候呢 灵活的像一个A0级车 真的是很夸张 更重要的是啊 自己还把这个后轮转向 跟更多的功能整合在一起 所以呢 这台自给奥六 才有这种卸行模式 还有一键贴边的功能 所以呢 那用户在日常用起来的时候呢 会对这个后轮转向的感知度非常高 像我刚才去走一些狭窄路段呢 一把打了过去 我总是会想呢 有后轮转向真的是牛逼 而且呢 我们常说到自己的时候呢 大家别忘了 之前的自己呢 很强调威廉姆是调教团队 其实自己A6呢 肯定是也有相关的继承的 只是他没有强调的去宣传 这台车呢 开起来这种驾驶轻合力 还是相当好的 再结合这种较低的 坐姿较低的重心 还有这种大角度的后轮转向加持 这台车驾驭起来非常轻松 像我们刚才试验的这个自驾 跟我年初体验的这个高精地图的 层次MV版本相比的话 它在通勤效率 还有这种年化的智能程度上 又更上一层楼 尤其这个调形弊样 真的是相当的顺畅 OK 按照今年的计划呢 它会在年底全国都能使用上 我非常期待 当这个功能在全国能使用的时候 我把这台自己的 这个无高精地图层次MV 按照我们自己的自驾路线测试 它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 还有点就是 别忘了 在同级里面呢 这台车还有一个固态电池哦 这几26是一个把后轮转向 玩得出省入化的车型 除此之外 时下旗舰电车应该有了这种高端配置 一个也没落下 八百幅 空拳 自驾 自畅 应有尽有 而且你别忘了 在23万到33万的价位里面 它还能给你提供固态电池 这么说吧 以往我们都说啊 在同级的电车里面 造轿车是比造SUV要更难的 因为较低的车高跟重心 你要在兼顾电池布局之外呢 还要关注人机工学 坐姿等等等等 那毫无疑问呢 这台L6给到我的这种坐姿体验 还有人机工学 都是很协调 自然的 初次体验下来呢 这台车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前背箱比较小 还有后背箱的盖板下方 没有储物空间之外呢 我觉得是没有其他缺点啊 我觉得这台车透露出来的感觉就是 它应该会跟L6一样 上市 即成为爆款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个固态电池到底是顶配就给啊 还是需要选装呢